这剧刚刚经历交通事故的尸体正在恢复身体机能 最后居然从地上重新站起 开始在城市里出没 他浑身都是血迹 行动飞快 飞檐走壁都不在话下 看起来十分诡异 夜幕降临到了这位怪客的活动时间 他抬头看到天空飞过一抹黑色浓雾 他立刻跟着浓雾的方向跑去 终点正是一个男生伊勇的家 伊勇的祖上都是教人写字的 爷爷也开设了书法班 从小练习书法的伊勇 自然耳濡目染 写的一首好字 但伊勇家有个奇怪的景象 年幼的伊勇曾看到 爷爷的房间里出现了鬼魂般的女人 那个女人不断质问爷爷帮不帮忙 但爷爷并不言语 伊勇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他很害怕 女鬼时常来到家中 还在询问那个问题 爷爷究竟是帮还是不帮 爷爷如过去那般 在白纸上写下 独善其身四个字 女鬼面露寒光 冷冷说道 看来爷爷死到临头 还是坚持这个回答 一天伊勇和爸爸 还有爷爷乘公车出门 途中公交车突然发生了事故 一阵爆炸之后 车身早已成了一片废墟 受伤的伊勇艰难睁开眼 远远看见 女鬼来到爷爷面前 但很快又闪现到自己身边 这次事故 伊勇保住了姓名 但是昏迷了两年多 才醒过来 他和爷爷大难不死 和爸爸却在爆炸中丧生 今夜 伊勇想要继承爷爷的衣钵 为客户竖写碗帘 他铺开一张纸 他是想向高中时期的校长离世 想为对方写一张碗帘 可逼了半晌 只在白纸上留下 其实是个好人 几个字 在他书写的同时 一片黑色浓雾 升上天空 被怪客看到 这才将他吸引而来 半夜 伊勇隐隐感受到 迫近的身影 于是睁眼一看 在他面前的是一个 衣衫蓝绿的男人 身上还有几处血腥的致命伤 看起来早已死透 但不知道为何还能活着 见到伊勇后 怪客便开始赖在他家中 整天嘟囔着 让伊勇帮忙 伊勇并不是不愿帮 很一问起 究竟要做些什么事 怪客却回答 不知道 这两句话就像死循环 无论询问几次 都得不到结果 为了尽快请走 这尊大佛 伊勇只好悄悄 把怪客带出门 既然他不知道如何说明 那就用行动去寻找答案 怪客带着伊勇 来到自己死亡的地点 重新躺在了地上 伊勇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好让怪客闭上眼睛 祝福他安息 说完 伊勇便转身离开 可走了几步回头 却发现怪客 又一次站了起来 正远远地盯着他 但伊勇没有回头 只要怪客不再纠缠自己就行 然而回家路上 伊勇却被警察小英拦下 今晚是小英值班 他从监控看到 伊勇去了一趟交通事故发生地 第六感告诉小英 或许视频里的男人是知情人 伊勇被抓到了警局接受训问 在小英的咄咄逼人下 伊勇把怪客突然来到自己家的事 说了出来 但这种事更像是怪谈 小英其实并不相信 但又不能真的羁押伊勇 便留下他的电话 以便后续联系 很快伊勇就给他打出电话 因为怪客居然又回到自己家中 小英等到后 和伊勇一起小心翼翼地来到怪客身边 他对比了怪客的脸和死者 郑某的照片 确认了是同一个人 可怪客却摇摇头 直言自己的灵魂并不是照片里的人 他忘了自己是谁 只是借用了死者的身体作为工具 用来寻找伊勇 话题到此又重新回到之前的死循环 怪客需要伊勇的帮助 但又不知道要帮些什么 看着怪客一时半会儿也不会离开家 伊勇只好在仓库给他搭建了临时栖身之所 还给怪客拿来正常的衣服换上 小英继续去调查车祸一事 她从同事口中得知 郑某在车祸前给自己买过许多保险 所以有理由怀疑他可能是在炸死骗保 因为这通阴谋论 小英先后拜访了郑某的父母和同事 郑某在一所医院工作 根据他父母所言 郑某声称每天都与同事相处融洽 中午一起就餐 但在同事口中 大家都表示和郑某不熟 从未一起吃过饭 仿佛对他比之不及 两方不同的回应让小英摸不着头脑 伊勇觉得这和学校里的孤立现象很相似 或许郑某一直在被同事们排挤 为了不让父母担心才说了谎言 就在这天夜晚 乖客的心脏发出信号 指引着他去往一间民居 民居里正是郑某父母的家 夜晚二老发现客厅友人 立刻起床查看 在确定是儿子郑某后 他们想靠近 可怪客却露出抗拒的模样 三人只能保持着一定距离 只见怪客朝他们跪下 往地上磕了一个头 随后一跃而下 结实地落在了地面上 郑某嚎啕大哭 而郑某走上前看 就在怪客刚刚停留的地方 桌上有一盘混合着 咖喱粉的生米和生蔬菜 咖喱番是郑某生前最喜欢的食物 在离开人世前 她也想亲手做给父母 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等伊勇和小英找到怪客时 她已经奄奄一息 身上开始散落红色的现状物 怪客恳求伊勇送走自己 因为维持肉体的力量 在刚刚已经消耗殆尽 郑某见过父母后 已经心满意足 对人间毫无眷恋 如今只剩下灵魂的愿望 还未实现 灵魂回想着活过的漫长岁月 终于想起 她原本是河流的守护神 很久以前 河边住着许多村民 他们时常会对自己祈祷 保佑流年安康 可后来 村落全都搬走 河边建起了大桥和公路 守护神彻底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某页一张碎纸片飘落河中央 她从纸上自己的残骸 感受到人心的力量 拉完守护神感应到黑物 这正是她需要的力量 她随着这团黑物找到了伊勇 希望她能送自己离开 文言伊勇陷入苦恼 她根本不懂人心的力量是什么意思 也不知道送走怪客的办法是什么 她猛地想起爷爷的客户说过 爷爷写得婉联 情真意切 光是文字都能让人看见她的心意 不仅挨到了死者 还让活人感受到安慰的力量 伊勇决定试水 但他是个吊车尾 文学素养病不高 只好拿出爷爷的抽字箱 让怪客抽出一个字 自己再为他下笔 仓库里卷起微风 伊勇看到满地的字 摊开宣旨 开始研磨 这一刻怪客身上的红色丝线 与墨水连接在一起 伊勇奋笔挤疏 墨水在面前围绕成团团黑雾 写完最后一个字时 伊勇胸腔里迸发带着墨翼的力量 将怪客紧紧地包裹其中 当晚怪客离开了伊勇家 临别时终于笑了笑 飞檐走壁快速离去 隔天警方在墙下发现郑某的尸体 小鹰正跟着进行勘察时 伊勇打去电话 让他去通知郑某的父母前来认识 每个至亲都有去见 离世亲人最后一眼的权利 或许在外人看来 这是二次伤害 但伊勇却觉得 若是没有看到最后一眼 一辈子都会遗憾 无法安心 就像他渴望见到爸爸最后一眼 哪怕是监控影像 后续关于郑某被职场孤立的事 也有了进展 他因为指出一个前辈的处方有问题 遭到了恶意报复 对方将其他药片混入郑某所浮的血压样 导致他在开车时陷入昏迷 就这样发生车祸 失去性命 前辈得到了英勇的惩罚 而伊勇也得到小鹰的谢礼 一个石狮子 他就是沉在河底 守护神的本体 而刚送走的怪客 没多久 又有一件怪事到来 伊勇高中时 有个天生劲敌 名叫光燕 两人每次相遇 都是一副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的姿态 光燕搬来伊勇家附近后 父亲经营着面摊 拜托擅长书法的伊勇 帮忙写宣传单 两人虽是死对头 但光燕也不好违背父亲的命令 拿着宣传单四处发放 身为医学生的他 这天发到一半 把宣传单揣入口袋 便照例来到解剖室 可这次他一进门 就发现地上有一堆枯花 这堆枯花一整天 都盘踞在光燕的脚边 他捡起枯花 询问身旁的女生 但诡异的事 似乎除了他 谁也看不到这堆枯花 女生还以为 光燕在做笔心的手势 向他表白 闹出了乌龙 夜晚光燕回到家 和伊勇母子一起吃面时 身旁又跟着枯花 光燕看到伊勇 也盯着枯花的方向 露出惊恐的神色 这让光燕确定 伊勇也能看到这些东西 伊勇确实可以看到 而且看到的比光燕还多 枯花的来源是一棵树 而树下坐着一个古风女子 但似乎只有伊勇 才能看到她 伊勇还沉浸在震撼之中 光燕立刻捡起枯花 追问着伊勇 是否能看到 自己手上的东西 这时勇妈走来 因为看不到枯花 她只看到光燕 捏着花的手指 交叉着像在比心 心口不禁一震 光燕居然在对伊勇告白 突然伊勇飞快地 冲出家门 叫上两个死党 来到两年前车祸的位置 她哭得声嘶力竭 既然自己可以看到 各种鬼怪 为何看不到 最想要见到的爸爸 伊勇在马路上发现了许久 死党们才将她送回了家 勇妈听到了伊勇的执念 也紧簇着眉头 不知该拿她怎么办 另一边 光燕每天依然还会看到枯花 但她发现 与之一起出现的 还有伊勇写的宣传单 为此光燕又开始纠缠伊勇 在她面前重现怪像 只要她拿出伊勇写的宣传单 枯花就会出现 反之她将宣传单放下 枯花也会消失 她想要知道这个怪像的由来 伊勇看着空无一物的方向 描述着光燕背后 古风女子的模样 但光燕看不到 只觉得不寒而栗 无奈之下 伊勇让女子说出诉求 女子希望伊勇帮自己 写下她的名字 可问题是 女子也不知道 她叫做什么 这着实难倒了伊勇 一旁的光燕见伊勇 对着空气说话 惊慌地上前询问 为了让光燕更加直观地 了解古风女子的长相 伊勇在纸上画起 女子的肖像画 下笔的瞬间 那股墨艺力量被注入画中 光燕终于看到了古风女子的全貌 可知晓真相后 她感到更加不寒而栗 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伊勇家 因为古风女子的纠缠 伊勇丢了第一份工作 她气冲冲地找到光燕 指责她把这个怪东西带回来家 但既然惹到了鬼神 就要负责将它送走 说着伊勇跟随光燕来到学校 到她最初看到枯花的地方 解剖室里有一具专供学生们 练习解剖的尸体 已经留在这里长达七年 其他的尸体经过解剖 肉体都会渐渐损坏 只有这个五名男子 尸体仿佛有自愈的功能 七年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状态 久而久之 关于她的传说越来越多 流传最广的是男子生前是黑的 因为背上纹着大片的纹身 光燕和学长将男子翻过身 伊勇惊奇地发现 这片纹身的图案就是那个古风女子 这是女子告诉伊勇 之前尸体状态良好 是她用身后的花瓣去治愈 可树上的花已经逐渐枯死 她希望在完全枯萎之前 伊勇能帮忙找到男人的名字 否则尸体就会变成一般尸体 只能腐坏火化 为了找到男子的身份信息 伊勇和光燕找到小鹰帮忙 小鹰看到伊勇画的肖像后 也目睹了女子的真容 不出所料又被吓傻 还好有光燕的安抚 才渐渐平静下来 三人一轨坐下后 开始盘点目前所知男子的信息 小鹰查到 这个男人在四年前 被发现死在某个角落 死因是心脏骤停 除此之外 并未找到其他资料 女子则说出 她能听到男人说话 是在她闻上自己的七年后 男人觉得很抱歉 一直没能完成刺青 几人算了算年份 推理出了男人刺青的时间 大家兵分两路 一队人去寻找 为男人纹身之人 另一队去了流浪者聚集地 询问是否见过这个男人 很快流浪者聚集地里 有了线索 一个流浪多年的老伯回忆 这个男人好多年前 总是西装革履地 出现在这里 他不言不语 只是静静坐在一旁 时不时还会带来一些食物 后来老伯与他熟络 交谈后得知 男人的家人都已经去世 他看起来很孤独 来到这个地方 或许只是想寻找陪伴的感觉 每当桥洞下的大火睡去 这个男人才落寞地离开 义勇连忙询问老伯男人的名字 老伯摇摇头 直言他们是被世界抛弃的人 有名字也毫无用处 没过多久 义勇等人也找到了纹身师 纹身师直言这个男人很奇怪 他刚进店门 几乎是一秒就定下了 要在背后纹上古风女子图 男人并不在乎纹什么 他只想要身上多一个人存在 能与他为伴 关于纹身 男人唯一的要求是 让女子的脸不要太过美艳 纹得更普通一些 本来说好 男人一有钱就会回来上色 每次补一点 但男人却一直没有出现 说着纹身师拿出 当年男子亲手画的草图 依勇笑了出来 因为草图的纸写着某某公司的字样 既然男子手里有这个公司的定制草稿纸 两者必然有联系 但男子尸体的留存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古风女子的身体也开始逐渐凋零 光艳见到女子如此 立刻赶去解剖社 阻拦学长和学姐们将男子尸体推去火化 理由是自己正在帮助她寻找名字 马上就要有眉目 若是一个人离世前连名字都没有 大概多么孤单和可悲 学长和学姐被光艳的善意打动 给男子尸体注射了防腐药水 暂缓了腐坏的速度 此时义勇找到那家公司 但负责人很不耐烦 一直都在敷衍不愿配合 义勇准备离开时 看到大厅有人闹事 一个出租司机正在散发传单 对公司索要未支付的养老金 义勇立刻意识到 这个司机一定在公司待了很长时间 说不定认识哪个男人 他加速冲刺 坐上了司机的计程车 为了让司机帮忙 两人还打了起来 闹到警察局 司机原本不想多管闲事 他回家时如果瞧动 远远看到一个西装男 正在给流浪汉们分发食品 这让他又想起了久远的记忆 司机之前算是男人的上级 在他的印象中 男人很孤僻 但内心却极其善良 某次自己加班到很晚 男人也坐在工位上陪着他 理由是 刘司机一个人 看起来很孤独 某次司机下班路过桥洞时 无意中看到男人和流浪汉们混在一起 他顺口把这件事 对其他同事一提 谁知隔天就传得沸沸扬扬 男人因此被公司解雇 但这事只是个借口 公司领导见他自治平平 本就想辞退男人 正好借流浪汉的由头促成此事 司机一度内疚 眼下的工作不好找 没想到自己的无心之言 居然害了男人丢了工作 男人被炒后 工牌等物品还在司机手里 出于道歉的心态 他曾经找到男人家中拜访 正好撞上邻居在强行清除 男人家门口的杂物 于是司机了解到 男人考上大学后 父母相继理事 他便没有再去学校 之后男人就换上了囤鸡屁 把一个家塞得满满当当 还有邻居声称 他家明明没有人 却能经常听到男人和谁在对话 不用说这个交谈的对象 一定就是古风女子 在漫长和孤寂的岁月里 都是她在陪伴着男人说话 隔天司机就把男人的工牌 和个人资料寄去警局 还附上一封信 说明了她的生平 信件的末尾 司机想要对男人道歉 那份工作或许是她最后一次 能躋身在人群里的机会 可惜被她的一句话毁掉了 依勇把男人的工牌带回家 交到了女子的手里 女子渲然欲泪 这是这么多年来 她第一次看到男人的正脸 果然如想象中一样好看 她的名字就写在照片下方 男人名叫林永川 这叫名字好 依勇立刻摆出抽紫香和笔墨纸 在宣纸上用心写下挽连 笔墨的力量凝聚成一团黑雾 直冲云天 在片刻后又回归到医勇周边 包裹着古风女子 而她终于见到了 自己念念不忘的男人 她眼中滑落一滴青泪 笑着消散在风中 与此同时 大学的解剖室里 林永川的尸体 在一瞬间风干腐化 完全失去了原本的样子 医学院里 每当一具尸体攻城身退 学校都会为他们举办送别会 这天林永川也位列其中 来送他的人里 就有医勇和伙伴们 还有那些流浪汉 刺青师 以及司机 送别里过后 流浪汉阿伯找到医勇 郑重其事地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经过寻找林永川一身 阿伯里舞蹈 他们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什么都没有 但至少也要留下名字 因为一个人最终的死亡 并不是肉体的消散 而是当世界上没有人再记得他的名字 因此只要有人还能记得他的姓名 这个人就会活在朋友们的心中 夜晚 一永在梦中见到一个男人 这个人用笔墨在空气中写下 独善其身四个字 周围漂浮着诸多鬼魂 不但重复着帮我两个字 一永猛地惊醒 手里还握着一块被烧过的纸片 这是女子给他的碎片 和之前的河底守护神一样 他们都声称是从一个很老很老的人手里 得到了这个碎片 并且感受到碎片里文字的力量 巧的是 一永写的字 让他们感受到相同的力量 他们这才找到一永求助 光燕一直对古风女子的存在很好奇 他究竟算是什么 其实一永问过这个问题 女子回答自己是人类的执念 若是谁对某个离去的人思念太深 就会对他留下东西 投射思念的感情 女子就是这份情感的具象化 听到这些话 一永想着 倘若自己继续保持想要见到爸爸的执念 或许真的有一天能够见到他 在林永川火化后 光燕拉着一永来到墓园 专程祭拜了他的父母 然而回家太晚 只能叫小英开着警车 前来接他们回家 途中 一永询问小英 是否有帮自己去寻找 公车事故的监控录像 小英有些迟疑 摇摇头表示没有 这天夜晚 一个颓废的男人路过一个拐角 地面上有一个小孩的涂鸦 突然卷起了一阵浓烟 化成一个人形男孩 牵住了男人的手 男人有些惊讶 但很快就接受了男孩 把他带回家中 隔天 一永再次拿出笔墨 帮光燕父亲的摊位 写起菜单牌 墨水幻化成黑烟 飘小空中 这股力量正在吸引着 人形道上的父子徒 蠢蠢欲动 一永帮完忙 刚回到家 就看到一个黑帮模样 全身能够实话的男人 正经为坐 说出那句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话 帮我 一永欲哭无泪 五官拧在一起 他知道自己又被 奇怪的东西缠上了 立马转身逃跑 但实话男人 并没有放过一永 在一永前进的路上 总是会突然鼓起一块 导致他跪倒在地 提前给路人 行礼拜年 这段视频在网络上流行 一永被折磨得 苦不堪言 没办法 一永只好接下 实话男人的委托 来向小英报案 希望他能帮忙 寻找一个孩子 但在看了孩子的照片 小英一脸无语 请一永不要跟自己 开玩笑 亲自将一永赶出警局 他的态度惹怒了实话男人 在小英行走的路上 也突然凸起一块 小英被绊倒 下跪行李 一切合成 一永悄悄告诉小英 他已经被缠上 还是乖乖配合为妙 晚上小英来到一永家中 在一永画出男人的模样后 小英也看到了对方的真身 小英平复心情后 开始了问话 他拿出失踪孩子的照片 竟是人行道上的小孩涂鸦 实话男人说起 从前街道上有一个交叉路口 是车祸事故的夺发区 我个父亲在孩子车祸身亡后 就在路口放置了一尊大石像 请求他守护在路口往来的孩子 不要发生交通事故 夺来大石像后 这个地方果然太平了许多 伤亡事件越来越少 可几年后 道路需要重建 施工单位搬走了大石像 但有一个良心警察舍不得 于是将大石像凿碎 变成碎石铺设在柏油路下方 祈祷他继续守护这个拐角 并且在埋着大石像碎块的地方 画了一副父子牵手 安全行走的地面涂鸦 可施工单位为了扩大路面 很快就侵占了这涂鸦的一半位置 将父亲那一般的涂像覆盖 画中的小孩失去了大人 便在某个夜晚画成了人形 跟着路过的人活在家 找上英勇男人 就是父子徒里的爸爸 也是这个路口的守护灵 他拿出一张碎片 声称自己就是被这个碎片指引 找到英勇帮忙 可守护灵和英勇都是暴脾气 没说几句总是要吵架 守护灵拥有让墙面破裂的能力 英勇为了保护自家的房屋 只好把守护灵 交给好脾气的光燕负责 自己则和小莹一姐 去掉跃了拐角处附近的监控 看看带走男孩的人是谁 很快他们就找到带走男孩男人 但英勇也在小莹电脑中无意发现 小莹已经找到了公交车的监控录像 却没有交给自己 英勇有些生气 觉得小莹是在以她的心情来怜悯自己 觉得观看录像是二次伤害 但对英勇来说 这不是伤害 而是解开心结的方式 最终小莹还是把录像交给她 但要求英勇一定要在足够准备好的情况下 才可以去看 英勇答应了下来 根据拐角的监控 几人锁定了一个叫徐某男人 一年前他的儿子坠楼而死 曾来过警局报案 得到徐某家的地址后 英勇和光燕对他进行了一整天的跟踪 这一天里 徐某带着孩子外出 可无人能看到男孩 所以他的举止令路人颇为疑惑 不是在公交上对着无人的座位说话 就是在餐厅里将儿童餐推向空无一人的对面 或是去游乐场玩耍神 额外买了儿童票 还当着工作人员的面 询问孩子想要拿款贴纸 夜晚 英勇和光燕一起回家 王爸上前询问 竟得知自己品学兼优的儿子 居然翘克和英勇去了游乐场 心中大感震撼 勇妈也八卦地前来打听 看到英勇和光燕相处融洽 满脸都是开心 但英勇懒得理会 大人的小心思 满脑子想的都是徐某和男孩 中原他又独自折返而回 在徐某家门口等着 虽然事实很残忍 但英勇还是要打醒徐某 英勇说出 在他身边的并不是徐某死去的儿子 甚至根本就不是人类 徐某不该继续沉迷虚妄 要快些清醒过来 让男孩回到原有的地方 徐某面露痛苦 把英勇锁在门外 虽然对归还男孩十分抗拒 但徐某的内心还是挣扎了一番 最终他给男孩洗了个澡 将他送到了社区公园 徐某感谢男孩这几日的陪伴 让他弥补了对儿子的愧疚 徐某紧紧拥抱了孩子 接着转身离开 当初孩子死后 徐某萎靡不振 过着公司和家庭两点一线的生活 整日走在那条父子人行道上 正是他心中对孩子的执念 唤醒了小孩涂鸦 这次徐某与孩子告别 男孩不再有人行 已经化成一团浓物 英勇坐在他身边 披上了一幅自己用笔墨画的父子图 英勇希望徐某不要再责怪自己 也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 虽然失去亲人很痛苦 但是活下来的人 不应该只记得那些痛苦 英勇想起了爸爸 他去世那年自己才17岁 叛逆期的少年 本就和父母的关系疏远 英勇一度认为 自己脑子里 没有与爸爸度过的美好回忆 可事实并非如此 只要用心去搜索 生活中每一件小事 都充满着平凡的美好 这些戏剧的时光 就是活下去的动力 听完英勇的话 徐某想见 刚才儿子在自己耳边 说的正是这几天以来 他带着男孩四处玩乐的地方 儿子表示自己玩得很开心 徐某闭上眼 亲自游玩的画面再次浮现 这几日的时光 足以支撑他好好活下去 解决完了守护灵的委托 轮到英勇追问他 关于纸片的来源 守护灵的说辞 与前几个委托者毫无二致 都表示是从一个 很老很老的人手里得到纸片 英勇试着询问 是老头还是老奶 守护灵回答是个老奶奶 英勇想起 像时候那个纠缠爷爷的女鬼 她的形象正是一位老奶奶 这天英勇找了个 在垫表箱外壳画画的坚持 正在奋笔记书时 勇妈打来电话 爷爷今天突发病危 英勇以最快的速度来到医院 幸好爷爷已经抢救了回来 当晚英勇留在床边守夜 他又梦见了女鬼纠缠着爷爷 而爷爷嘴里也嘟囔着 无能为力这句话 被惊醒后 英勇发现 爷爷的手不知何时 附在了自己的手背上 就像曾醒过来一般 英勇感到很不安 他抓来光雁 强迫光雁 晚上睡觉时 和自己连着通话视频 以便观察身边 有没有发生什么怪事 光雁虽然很不满 但还是没有拒绝英勇 一整晚都盯着他 直到自己也睡着 这一晚风平浪静 英勇身边什么也没发生 因为怪事都发生在他画的电表箱上 到了深夜 英勇的图画 全都变成了黑色的小旋风 不知逃向了哪里 而橱窗里的一个娃娃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以至于第二天 英勇和公头要结识 对方斩钉截铁的拒绝 因为英勇一幅画都没有画 经过实地调查后 电表箱上真的空无一物 英勇待在原地 简直比豆鹅还圆 同时也是有感触自己还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就连这么廉价的坚持钱也赚得如此艰难 既然如此 钻观一下身边的人最有文化的当属光艳 于是英勇找上他 拿出多年前那张人生规划单 请光艳帮忙规划自己的人生 光艳综合了英勇的性格和智力 觉得适合他的有以下几个职业 神父或者住持 再不然也可以当个灵媒 可还没说完光艳就被英勇丢出房间 这天夜里 英勇决定要观看小英给的车祸视频 在光艳和小英的陪伴下 英勇点开了视频文件 他发现了一件怪事 原本还好好的爷爷 突然就垂下脑袋 似乎陷入了昏迷 关于这一点 事后负责理赔的航空公司 也提出过疑问 怀疑爷爷是在飞机撞上公交车之前 就已经昏过去 英勇瞪大了眼睛 按下了慢速回放 他看到那名女鬼出现在爷爷身边 下一秒 爷爷就垂下了头 情绪崩溃的英勇赶走了光艳和小英 不断地重复女鬼出现的画面 当晚 英勇还发现家门口站着一个奇怪的女孩 似乎正在等着她 女孩的出现让英勇全身发忙 她根本无法入睡 只能厚着脸皮爬上光艳的床 怎么都要赖在这里 光艳哭笑不得 但看到英勇受伤的样子 还是不忍心驱赶 只好和她躺在一起将就一晚 可这天晚上 女鬼还是闯进英勇的梦中 她告诉英勇 爷爷这辈子冷血无情 面对鬼神的求助 只会回答一句独善其身 但她看好英勇 英勇绝不会像爷爷这样冷漠 清早 英勇醒来 立刻询问光艳 独善其身的意思 光艳回答 就是只顾自己 不理别人的死活 片刻后 她从光艳家的窗户 悄悄爬回自己的房间 然而这同操作 却被楼下的光爸和勇妈 看了一清二楚 第二晚 英勇再次赖到了光艳的床上 半夜 英勇醒过来 来到窗台往下看 那个古怪的女孩 还在大门口 尽管英勇对她有些好奇 但还是没有做出行动 继续回到床上躺着 从这之后 英勇每天睡前 都准时到光艳床上报道 而古怪女孩 也每晚都来到大门口站着 好几天过去了 英勇迪恩在看到女孩时 发现光艳也醒了过来 她看着英勇的表情 猜到一定是出现了 新的鬼神委托者 光艳有些好奇 究竟是什么样的鬼神 才把英勇吓得 夜夜都要和自己 挤在一个小床 文言 英勇只好把女鬼纠缠爷爷的事 告诉光艳 因为女鬼总是希望 英勇能和爷爷不同 会去帮助那些求助的鬼神 但英勇心里有疙瘩 她怀疑当年的车祸 就是这个女鬼所为 所以她固执地不愿去理会女孩 可隔天 英勇就在送外卖时 在一个商铺橱窗里 看到一个人偶 这个人偶长得和大门口的女孩 十分相似 就连头饰都一模一样 英勇盯着人偶许久 突然有些不忍心 最终还是对女孩伸出了援手 当晚她把女孩带回家中 在宣纸上画出她的模样 在看完图画后 光艳终于看到了眼前的校服美少女 英勇却迫不及待地想送她走 于是让少女在箱子里抽了一个字 谁知少女压根不要英勇的字 就这样坐在房间一角生起了闷气 既然决定要帮助少女 英勇就好人都到底 隔天就带着光艳来到那家 陈列人偶的商店 询问那尊人偶的来历 店主名叫何姐 她告诉英勇 这个人偶是根据自己女儿的外形制作 女儿在七年前被绑架 至今还处于失踪状态 看见英勇和光艳对女儿的人偶有兴趣 何姐眼中闪着泪 渴望听到新的线索 看来她从未放弃寻找女儿 但英勇并没有透露出任何事 简短交谈后就带着光艳离开 回到家后 少女说出自己的诉求 希望英勇能够找到妇女的女儿 然后放自己离开 因为女儿失踪时还是个小学生的模样 何姐因为想念女儿 每一年都会想象孩子长大的样子 为她制作符合年龄的人偶 所以眼前这个少女的模样 并不是真实存在 而是何姐想象的产物 但少女对何姐并没有亲情 对自己的存在也感到混乱 所以不愿继续留在人间 英勇从何姐手里 带回来当年寻找女儿的宣传单 便将调查的任务交给小英帮忙 很快小英就拿到这个绑架失踪案的资料 像模像样的对英勇和光艳讲解起来 女儿失踪时是小学三年级 在每天上学的路上被绑架 之后绑匪打来电话 让何姐和丈夫将赎金放置在某条道路上 然而交完赎金后 女儿依然没有消息 何姐和丈夫这才报了警 当时警方把女儿身边所有人都列为嫌疑犯 看着白板上的照片 少女突然锁定一个男人老赵 她是何姐丈夫的朋友 少女记得一周前老赵来到了店铺外 盯着自己的人偶观看许久 隔天小英就找到老赵与何姐丈夫问话 原来在女儿失踪后 何姐一直执着于制作女儿的人偶放在橱窗 可丈夫却觉得这毫无意义 还会让路人指指点点 当其文一试看待 两人为此多次发生争吵 最终何姐妥协 将橱窗的人偶收了几来 但是一周前老赵跑业务时 看到人偶又被摆了出来 气愤地对何姐丈夫告状 这件事让义勇有些疑惑 看到百出人偶 老赵为何这么生气 小英回答 她也问过老赵这个问题 当时她回答 把失踪的女儿做成娃娃 这种行为在她看来太过病态 除此之外 她也为了自己的妻子小美 小美之前是何姐店铺的员工 在绑票案后 她在何姐丈夫的撮合下 和老赵结了婚 两人也育有一个女儿 虽然说不上原因 但小英总觉得老赵和姐丈夫 还有小美之间的关系怪怪的 思考过后 小英开始分配任务 她让光燕去接近小美的女儿阿兴 义勇则去小美的店铺探查一番 经过一天的盯商 光燕和义勇对小英汇报情况 财帽双全的光燕 很快就接近了阿兴 两人还要约好明日再见 由光燕帮她赴老公课 义勇的情况就没有那么顺利 她来到小美的咖啡店 点了最便宜的咖啡 结果喝了一整天 都找不到搭讪小美的机会 文言小英掏出钞票 让义勇明天继续去咖啡店待着 顺便戴上笔墨 画下觉得奇怪的东西 说到这里 义勇突然如有所思 她觉得咖啡店本身就很奇怪 小英其实也有这种感觉 那天询问完老赵和和姐丈夫后 她就觉得怪怪的 但也找不出原因 隔天小英正在思索案情 朋友何真前来看望 闲谈中知晓了小英的疑惑 她表示也想听听录音 或许路人的观点 能给小英带来破案灵感 何真听完很快指出了奇怪的部分 那便是老赵频繁在和姐丈夫面前提起女儿 要知道当一个父母失去儿女后 必然十分难过 而关系亲近的朋友 通常会把女儿列为禁词 以免让父母再次想起伤痛 但老赵说话显然百无境界 或许小英应该去查一查赵某家的情况 第二天 易勇拿着笔墨纸叶来到咖啡馆 又是做了一整天 直到咖啡馆打烊 两个店员才美好气地下了逐克力 只见餐厅的灯光被关闭 一万之中 易勇突然有了新的发现 她来到和姐的店门口 招呼橱窗里的少女出来 随后来人又返回咖啡店 撬开门锁走了进去 一进门 少女就感到一阵恶寒 因为这里的装饰摆设 全都与和姐的店铺一模一样 看来这个小美对和姐的任何东西 都会下意识地模仿 颇有复制对方人生的模样 既然如此 和姐的女儿会不会也是她拐跑的 易勇被这个猜测震惊 转身就想离开咖啡店 谁知刚出门就遇上了小美 她叫来了警察 准备将非法闯入的易勇带走 还好小英几时出现 以另一个案件需要审问小美为由 将她先一步带回来警局 原来小英调查老赵时 因为发现小美的咖啡店 有许多来路不明的资金 对此小美解释 是亲戚朋友对自己开店的资助 轻易就糊弄了过去 小英没有证据 只能看着小美被释放 小美来到车库准备回家 却看到车上有一卷轩纸 她展开一看 纸上画着女儿从小到大的模样 惊悚的是小美每观看一张 眼前就会浮现出不同年龄段的女儿形象 她被吓得四处逃窜 想要逃离这个地方 可医勇和光艳出现 他们拦着车门 强迫小美去看向女儿们 一个接一个女儿 开始环绕在小美身边 直到最后一张图出现 正是女儿失踪那一年的大小 小美想了想 还是走向那个女孩 轻轻抚摸着她的头 眼泪却夺眶而出 她终于敢面对女儿 也放下了心结 下一秒就拿起电话自首 供出女儿的埋尸地点 警局中 小美供出女儿的死亡经过 某天下班后 小美发现 女儿拐进小巷一个废墟中 正在制作一个蓝色小柜子 小美在一旁与她交谈 说起阿新也想要女儿的头饰 是否能送一只给她 女儿回答 自己问过妈妈 她说不要送 小孩的话都是无意的 可小美的心却起了刺 她对和解的感情复杂 既可望拥有和解的手艺和店铺 又极度和解 优越的事业和生活 这使女儿完成了制作 躲进柜子里玩耍 就在这扭曲的心情之下 小美将柜子从外部锁起 随后匆匆离开 等到夜晚 小美的心忐忑不安 她再次回到废墟 却发现女儿已经没了生命迹象 自知犯下大错的小美 不敢自首 只好趁夜色把女儿带去山中买起 随后导演了索要赎金这件事 并用赎金看了自己的店铺 听完小美的供说 小英只觉得唏嘘 她居然因为妒忌 害死了善良的女儿 小美并不知道 女儿虽然听和解的话 没有将发卡赠送给阿新 但她却故意将发卡 遗落在小美家门口 让阿新捡到 以这种方式 把宝贵的东西分享给朋友 是光业发现 阿新赤金还戴着这枚发卡 并赤成了手机链 案件落幕 警方找到女儿的尸体 但奇怪的是 少女还是没有消失 直到某天 易勇来找和解 和解询问她 人偶长什么样 听了易勇的描述 和解带她来到橱窗前 还坦白了一个秘密 原来和解并没有每年都为女儿制作人偶 她制作的女儿人偶 从来只有一个 那便是她失踪时年龄尚小的模样 之所以撒谎 是因为和解第一次见到易勇神 听着她对任务的描述 是个高瘦的少女 和解便猜到她能看到鬼神之物 从那一刻 和解便知道女儿已经死去 原来死去的人 到了另一个世界也是会长大的 为了让易勇帮忙 和解才将计就计的撒了谎 看着流泪不止的和解 易勇动了侧影之心 留下一张少女的画像 和解放下图画 一抬头就看到了少女 满是泪痕的脸上 露出了感动的笑容 可少女却不太愿意与和解见面 当晚就对易勇心事问罪 责怪她为什么要让和解看见自己 易勇回答 这么做不是为了和解 而是为了解开少女的执念 因为易勇终于知道 少女留存于世间的执念是什么 不是对和解的思念 而是对女儿的嫉妒 在女儿死后 人偶承载着和解的想念 滋生了少女这个灵体 她在死后的世界逐年长大 可和解想念的 却永远都是年幼的女儿 这让少女时常悄悄孤起 明明陪伴和解的人是自己 却得不到对方的爱 于是易勇才让和解看到少女 让她脑中有了少女的形象 这样一来和解想念的人里 也就有了她的位置 听到易勇的解释 少女似乎也有些释怀 正当易勇要下笔 将她送走时 少女又临阵逃脱 因为她不知道 消失之后会去哪里 暂时还没有勇气面对 小英因为破获了案子 得到局里的表扬 她开心地请光燕和易勇喝酒 感谢这两个大功臣 就在大家手拿啤酒时 易勇突然瞪大了眼睛 急匆匆地骑车出门 一通动作行云流水 光燕和小英都不知发生了什么 医院里 爷爷刚刚经历了生死一线 正在抢救时 易勇看到一道黑影出现在爷爷身边 他立刻上前驱散 手心留下细碎的黑色粉末 在黑影离开后 爷爷居然被抢救了过来 身体指标也恢复了正常 易勇有些不紧 那个黑影究竟是来害人 还是来救人 几天后 光燕告诉易勇 女儿死在的那个废墟 即将要拆除 出于祭奠的心情 易勇爬进了废墟里 在空地上放了几个 女儿喜欢的发卡 就在他要离开时 一个白发老太出现 易勇认出 这个老太就是一直纠缠 爷爷的女鬼 只是这一回 她的周身不再黑雾缭绕 还暗示易勇 自己见过活着的女儿 她时常在废墟里 和其他人见面 这句话又勾出新的线索 易勇连忙告诉小英 小美或许不是真凶 杀死女儿的另有其人 但小英升迁的调令 已经下来了 她不想在节外生之举冒险 听到这句话 易勇觉得十分失望 转天 女鬼来到易勇家中 解释着自己并没有害死爷爷 而是一直在拯救她 公车遇难时 爷爷原本也会死亡 正是女鬼帮她 保住了最后一口气 昨日在医院也是如此 女鬼这么做 只是想要得到解脱 她在世界上 已经存在的够久了 如今只求一死 而这件事只有爷爷或是易勇 能帮到她 之前那些手持纸片的鬼魂 也是女鬼指引而来 她就是大家口中很老很老的人 女鬼直言 自己知道女儿死亡的内幕 若是易勇帮自己解脱 她也愿意帮易勇查案 但易勇记得 爷爷曾经对自己万般叮嘱过 要谨记 无能为力这句话 若是因善意 贸然出手相救 只会让自己陷入危险 她犹豫着 没有回应女鬼的要求 这天夜里 易勇在睡梦中感觉到 有人在自己背后写字 第二天也是如此 但这一次 易勇早有准备 她在枕边放了纸笔 跟着背后的笔画 在本子上写字 写完后居然是一句 救救我哥的求助 易勇冒出一阵冷汗 立刻从床上蹦起 另一边 自从小英拒绝 易勇继续追查女儿的死 心里也十分难受 思虑再三 她还是选择帮忙 她再次问话小美案发当日的情况 小美回忆着 自己那天走进废墟 一张满射碎瓷砖 听到了脚步声 和解女儿头也没回 就跟男人说话 就像是知道到来的人是谁一样 小英猜测 女儿估计时常跟某人在废墟见面 除此之外 经过一番调查 小英得知 女儿被关在柜子里那天 老赵一直跟在她的身后 她明明知道小美做了什么事 却选择把秘密埋藏心中 小英将这点如实告诉小美后 她也抑制不住脸上的诧异 丈夫居然隐藏得如此深 当天晚上 小英与易勇和光燕见面 正准备讨论女儿的案子 谁知易勇冷不丁地拿出一张纸 表示又有新的案子 小英犹豫片刻 结果纸条答应帮忙 纸条上写着必服这个名字 是对易勇求助的那个人写下的 小英回到警局搜查着必服的档案 很快就有了结果 必服是一家工厂的老板 和泰国籍妻子离婚后 独自抚养双胞胎儿子小静和小雨 后来必服的工厂破产 她开始把火箭发在孩子身上 因此被标记为高风险家庭 隔天三人开车来到必服家废弃的厂房 室内早已一片凌乱 易勇顺着直觉来到一个柜子前 突然从柜门的缝隙里蔓延出许多红色的丝线 易勇有些害怕连连后退 但更可怕的东西正在她身后 红线缠绕着一个男孩 而男孩身后还有另一个男孩正低垂着脑袋 身上的红线与前面的男孩相连 易勇被吓得递在地上 半天回不过神来 耽误了查案 易勇还是画下了两兄弟的样子 小英看过后觉得不可思议 为何会有两个男孩出现 因为档案中记载 九年前哥哥小静已经死亡 只有弟弟小雨活了下来 光艳脑子转得快 直言眼前两个男孩只是执念 就像少女的形象并不是女儿 经过光阴的点拨 易勇询问站在前面的男孩 他应该不是小雨 男孩承认自己不是 但下一秒就被身后的男孩抱住 猛地和回到柜子里 为了解九年前小静和小雨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英找到已经长大的小雨 询问当时的情况 小雨回答 那天晚上 毕福又喝了酒回家 向兄弟俩发现 小静被毕福丢在了大门外 当晚下着大雨 小雨透过门下的缝隙 看着奄奄一息的哥哥 想影响小雨了解情况时 易勇和光艳也在厂房里 和两个男孩接触 但求助的男孩不会说话 只能在易勇背后写字 为了写下男孩所有的话 易勇还叫来死党帮忙 这时小英收到信息 得知易勇那边的情况后 劝说小雨跟自己回到厂房一趟 但小雨不想回到这个伤心地 当即拒绝 无奈之下 小英只好说出 有人在那边看到了两兄弟的鬼魂 确切地说 是小静的鬼魂和她制造出的小雨 因为她并不知道小雨已经获救 依然想要保护弟弟 小雨有些生气 只觉得小英在胡说八道 直到被易勇告知 这个执念从不说话 只是在自己背上写字时 小雨早已死去的回忆 又开始浮现脑海 当年两兄弟躲在柜子里 不敢出声 一直都是在彼此背上写字 传达信息 讲到这里 小雨终于妥协 来到厂房 看过易勇的画像后 她走向了小静的鬼魂 用泰语喊着哥哥 此时一直低垂脑袋的小静 终于抬起了头 小雨抱着小静 哭得撕心裂肺 她感谢哥哥的保护 自己才能顺利长大 如今恶人毕福 也已经坐牢 这里再也不会有可怕的事发生 小静可以安心离开 听完小雨的话 小静的鬼魂也流下了眼泪 看着兄弟重聚的感人一幕 易勇突然想到 自己该如何书写晚连 只见他沿沫落笔后 默契化成黑雾 飞向空中 带走了小静和他的执念 离开前 小英对小雨承诺 他看到的是自己会追查到底 原来当年小雨隔着门缝 看到一个人来到小静身边 捂住他的口鼻 但小雨只看到 凶手穿着白色的帆布鞋 上面有爱心形状的污渍 小英分析 那时候会去往厂房的人 一定是社区的爱心社工 于是找到了管理社工的黄主任 让他回忆印象中 是否有穿过这种鞋的人 而因为暗箭苦恼的小英又找到了何真 吃着他超甜的小蛋糕 一边倾诉烦恼 交谈之中 何真也知道了医用的存在 下午小英找到阿兴 询问他关于和解女儿的事 但阿兴一直没有头绪 只顾着哭哭啼啼 这是黄主任发来照片 他找到符合条件的社工 这个人是个志愿者 当年也参与了对双胞胎的救助 小英放大了照片 可看清后却打吃一惊 这个社工居然就是何真 此时阿兴也想起一个线索 当时女儿认识了一个大哥哥 她经常会送给女儿蛋糕吃 小英获知的线索 全都指向了何真这个人 事实也的确如此 当年小美离开后 何真来到废墟打开了柜门 杀害了何姐的女儿 小英回到警局 调查了何真的档案 发现她总是出没在 儿童福利机构充当志愿者 不由猜测 小静和女儿的死都是她下的手 何真的目标就是小孩 与此同时 何真的魔爪已经升向了依勇 依勇受女鬼所托 帮她寻找一个千年的古物 依勇很快就找到这个东西 正和光燕打电话时 何真来到她身边 声称自己是小英的朋友 想要拜托依勇把蛋糕带给她 当作生殖的礼物 看着何真人畜无害的脸 依勇并没有起疑 当即坐上了何真的车 谁知一不注意 就被何真按住脑袋 重重地刻在车上昏了过去 这时光燕急匆匆打来电话 询问小英是否认识 一个叫何真的人 因为刚刚义勇和自己通电话时 何真自称小英朋友前来搭讪 自此之后 光燕就再也联系不上义勇 小英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她想起 自己与何真聊到义勇时 对方曾说过 要做个特别的蛋糕送给义勇 现在听来这句话隐隐带着死亡预告的意味 为了找到义勇 光燕突然想解 盘踞在爷爷身边的女鬼 鬼魂神通广大 一定会知道义勇的下落 恰好房东曾奶奶也能看见女鬼 还经常与她一起喝酒 于是光燕和小英便找到曾奶奶 让她作为中介对女鬼传话 细心的光燕还带上了鬼魂们 人手一张的笔墨碎片 将其全部拼好 正好是个扇子 她将这些碎片摆在女鬼面前 不知能否帮上忙 这件碎片被女鬼操纵 突然腾空而飞 飞升至半空后 燃烧殆尽 但灰烬消失后 光燕和小英 居然能看到 天空中无数条红色的线段 正朝着某个地方延伸 或许那就是义勇所在的位置 二人不敢怠慢 立刻飞奔而去 义勇被何真绑下到了科教馆 直言自己从小英口中得知 义勇能够看到已是之人的执念 并将他们送走 因此何真也摆出笔墨 希望义勇能将留在科教馆里的弟弟送走 但义勇看不到任何人类鬼魂 只有一些红色的线段 正从室内飘降天空 为了拖延时间 他要何真告诉自己关于弟弟的事 只有了解他们的故事 义勇才能将鬼魂送走 于是何真说了起来 他的弟弟从小体弱多病 明明最喜欢甜品 却因为得病不能享用 何真为了让他解脱 某天悄悄给弟弟喂下一小块甜品后 就将他杀害 何真觉得自己是做了好事 他让义勇询问弟弟 有没有为此感到开心 义勇忍着愤怒 直言自己可以让何真亲自去问弟弟 说完义勇做出画图的姿势 他说起在医院里躺了两年的爷爷 他从来没有想过把爷爷送走 但何真却残忍地杀害弟弟 况且弟弟从没说过想离开这个世界 何真认为这是常识 因为活下来只有痛苦 就像小静和何姐的女儿 小静会一辈子活在父亲的阴影中 至于何姐女儿 她因为长得有点胖 总是被同学欺负 活着也是一种受罪 说完 义勇趁对方不注意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讯 拿出剪刀的千年物件 偷袭何真 此时的医院里 女鬼发现爷爷的手里有一封医勇留下的信 原来他决定要走上和爷爷完全不同的道路 医勇知道爷爷对鬼魂保持独善其身的态度 是为了保护家人 但如今医勇身边有医生和警察 他完全可以保护自己 那封信里 医勇答应实践女鬼的心愿 同时拜托他离开爷爷身边 让他安然去世 女鬼收好了信 不再维持爷爷的心跳 此时爷爷的魂魄出现 他早已穿戴整巾 笑着对女鬼道别 另一边 医勇与何真扭打在一起 但因为身上有伤 医勇还是被何真逼到了围栏边缘 何真将医勇用力推下 随后举起手 被赶到的小鹰带步 幸运的是 坠落的医勇奋力扒住墙壁边缘 可挣扎几下 还是坠落在地 失去了意识 潜意识里 医勇看到了爸爸 他走向医勇 就像过去那样 用平和的语气与儿子聊天 但医勇却泪流不止 他对爸爸道歉 那天是因为自己整夜画漫画 睡过头才乘上那辆班车 如果不是自己 爸爸和爷爷也不会遭遇恨火 文言爸爸温柔地把医勇拥入怀中 他从来不会责怪儿子 还因为听到医勇的梦想而开心 原来他喜欢画漫画 既然喜欢就勇敢去做 人生就是这样要怀抱希望 但医勇哭着 他最大的希望是爸爸能够留下来 虽然这根本无法实现 爸爸的眼中也含着泪光 他将眼前的啤酒递给医勇 称自己无处不在 只要医勇想念自己 爸爸就会永远陪在他身边 说完 两人干杯喝下了啤酒 医勇的瞳孔慢慢恢复了正常 身体也有了反应 这让一直在抢救的光焰和小鹰喜极而泣 之后 医勇又陷入无尽的昏迷 虽然身体不能动弹 但医勇的灵魂却流连在各个地方 他见到了怪客 古风女子 路口守护灵父子 还有少女和双胞胎 这些被医勇帮助过的鬼魂们 也全都在为他祈祷 希望医勇能够醒来 接受这些鬼魂的祝福后 医勇猛地睁开了眼睛 他的身体和灵魂终于再次契合 活生生地回到这个世界 从此 他的肩上多了一道使命 要帮助更多不良执念 获得解脱 本剧结束 好了 今天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